好咱们刚才是不是就是已经把这些数据都拿到了是吧 拿到一些本地的数据了 你想这些数据应该怎么存呢 这些数据我想要你像你想你见过你们公司的那些监控吗 你们这些监控是不是相当于应该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收集一次 对吧 然后又做一个类似实时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 对吧 我要看一下那个甚至有报警什么的信息 对不对 我私盘io突然 涨了多少 哇 他应该会给你个提示 像这种数据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执行一遍 他是不是只获取我当前那个时间点的一个数据 我正常来说应该是什么呀 是不是应该是每隔一段 比如每隔一秒或者每隔一秒可能有点太快了 每隔五秒就收集一次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系统比较重要的话 你可能每一秒都收集一次 就这个相当于每一秒我都收集一个这么多的数据 这个四个维度的数据 然后呢把它存到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你想啊 这个东西这个数据量得多大呀 一台服务器就这么多数据 每一秒都这么多数据 是不是 而且你把它存到MySQL里面的话有什么问题 是吧 你存到MySQL里面的话 其实相当于 这个MySQL里是用表来维护数据 对吧 那相当于我一条记录就一个 一行数据 一条记录一行数据 我一个CPU的 就放到CPU的表里面 就这样会非常的 是占空间的 对吧 对不对 你想你一天一天是多少多少秒啊 一天是 86400是吧 相当于我一天要做86400行数据 对吧 而且是几张表 四张表 4乘以86400 这个数据量是不是有点大呀 而且你查询的话是有点慢的 对吧 你想你那个监控肯定是得实时的监控吧 等你查个数据库一查 我说我要拿到 最近一个小时的数据 一查数据库 耗了五秒钟 对不对 而且他一个是数据量大 还有一个就是他查询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方便 而且他MySQL这种数据库 他是做这种什么关系型 是吧 关系型数据库 他不适合做这种数据 这种数据 其实就是按照时间维度去拉 拉去数据 怎么办呢 像做监控的这种数据 一般都用那个时序数据库 什么叫时序数据库 是按照时间去索引的 按照时间去索引的那种 然后呢 他这里面可以插各种维度的数据 比如说我要拉去一个时间段的 CPU网卡内存 磁盘的一些信息 他都立马给你返回了 这就是这个时序数据库 按照时间节点去存的 那今天咱们讲的那个什么 讲一个那个叫inflex的DB是吧 是influx还是influx 这个吧 听过这个吗 对吧 这个数据库是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 发展的非常快的一个 他是用购物语言写的一个啊 时序数据库 对他是购物语言写的 然后他是一个分开源的分布式的啊 时序事件指标数据库 他这个库有什么好处呢 他呃是 本身是时序数据库 但是呢 他支持类似于标准的色口语句那种查询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他所以他之所以这样流行 就是大家用时序数据库的时候呢 可能就有一些查询的时候 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语法 但是呢他是首创了就是把那个 我是用时序数据库 但是呢 我可以像买色口一样去查询 就一样的色口语句 就是差不多的那种色口语句去查询 啊 就是他非常火啊 非常火 然后这个下载的是这个网站啊 这里面说个趣事啊 就是我之前为什么没有像前几天一样装什么卡夫卡 ATCD啊 给你提前做个文档呢 就是我觉得呃 大家在公司里面可能会呃 用到了一些其他的咱们课上没有讲过的技术债 对不对 说你们公 你们说项目经理说我们要用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你怎么办 一个新的名词摆到你的面前 你应该怎么办 先先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是吧 咱们看看官方文档 我通常是看官方文档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些开源的软件 你会发现他发展的真是确实特别特别的快 很多那个文档啊 他都是过时的 对不对 很多文档都是过时的 所以说今天咱们就带着你从头 从搜索开始做是吧 从搜索然后开始打件啊 这里面有下载的网址啊 打开看一下 我当时就打开这个网站就有点懵逼哈 这怎么下载下载不了 你知道吗 就点了下载没有反应 后来我就研究了半天啊 这个有点慢啊 这个有点慢 反正打开之后就类似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这里面是不是有他有几个是吧 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块 咱们用的是这个最主要的inflexDB 是吧 像这个 然后呢 我就点那个下载1.77 最新的版本就下载 怎么点 怎么没有反应 我说这怎么回事 然后呢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他这里面 他这个页面啊 引用的都是什么 你看这里面是最新的是1.77 是吧 咱们用的是这个啊 inflexDB 这个 我点了之后没反应 我说 什么意思 这不是下载页面吗 这不是下载吗 点了都没反应 后来 我就打开这个网线 看了一下 原来什么呢 他这里面引用的这些 我看看啊 这个点这个 他这里面引用的什么 你看你引用的这些 bootstrap啊 引用的这个gquery 他都引用的谁啊 你这里面 到了属于是not defined的 搞前端的同学 一看这个东西就知道了 是吧 gquery没有引用 是吧 他这里面是什么问题呢 是gquery is not defined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没有定义gquery 是因为他这个gquery点 这个命点gs 他引用的是谁的 引用的是google的 引用的是google的 google的api google的api 大家都知道国内是防不了google的 对吧 所以说就相当于这个网页 他就写了一个没有gs的网页 所以说你再怎么点 它是一个按钮 它是一个按钮 你怎么点它也没反应 就这个问题 后来呢 我就 真实 这个问题 我说怎么 windows下面下不了吗 我试一下mac mac也下不了 我说这怎么弄的 就看了这个东西 挺挺生气的 怎么办呢 那你怎么办 我们就可不可以在这个element里面去搜 我就在这里面 你点这个element 这个element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网页的所有的一些什么 原数据是吧 我在这里面controllf 你点了这个标签 这样点它 它是个按钮 它是个按钮 你啥东西 你能看你啥东西 你以为我没有试过是吧 我点了这个东西 它没有是吧 没有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 然后呢 它这里面其实是有个什么 data target是吧 这个有ID什么 咱们不用管 在这里面就点出它之后 你controllf controllf是不是有个搜索啊 那下面是不是有个搜索吗 你就搜什么 你要下那个东西 rnfluxdb是吧 你就搜这个嘛 搜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往下滑吧 滑滑滑滑 或者你搜一个应该是有个release吧 r1 lese 是不是释放版本的这个东西啊 搜一下这个 没有吗 没有 那这个点吗 release release这个吧 这个啊 release 就是释放的版本 那这里面是搜这个influxdb的 你看这里面是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是达尔文的是吧 达尔文应该是 dbdb应该是什么 咱们不知道什么系统是吧 我下看这个是rpm 这应该是 rlinux上面用的是吧 你看它这里面是有wget 对吧 什么下来的 咱们下滑 这个呢 这达尔文 这个达尔文应该是 就是mac版本的是吧 你看这上面是不是有链接了 对吧 那你其实应该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啊 复制一下 贴到你什么运雷啊 或者说你用浏览器就可以下载了啊 咱们下找 是不是应该找的是windows版本的 对吧 你就继续点这个往下走啊 走 这是64位的 再往下走 这是 这是windows是吧 windowsamd64啊 这个 找到这个 点它之后 是不是就下载了 这不就下载了吗 就这么个东西啊 这套了好久啊 嗯 然后你如果下别的版本 就在这里面搜就行了 搜这个 release 斜线 inflex db啊 这个 这里面你要注意哈 他在windows下面是不支持什么呢 是不支持 那个服务方式的 你只能做一个什么 相当于做一个测试 可以吧 他这里面influetdb 他应该是 呃 可以支持 就是做成服务的 就是做成linox上面啊 或者说 mac上面做成一个 一个服务项 什么一直在后面跑动啊 跑啊 这个啊 然后他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呃 他发展的特别快 后来呢 他就为了商业化嘛 就把它改了 就改成什么呢 呃 你要是做成集群的话 是需要买他的商业许可的 能理解吧 就是他开源的部分 是你可以做来用一个单机的节点去部署 他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的数据量比较大 然后呢 你是不是得干什么 不得做集群呢 得做集群 但做集群这一部分 他是就是不开源了啊 要要付费的 就是这个问题 国内好像那个七牛云好像就用了这个这个吧 好多做这个监控他都用这个啊 啊 下载的有点慢的 我把这个链接也发给你们是吧 这个发给你们 你们也下一下吧 好吧 你们也下一下 咱们就我做一步 你们也做一步嘛 好吧 然后我在这里面 哎呀 你自己找吗 那下好了之后怎么办呢 我们拿到这个这个软件之后呢 来看一下哈 啊 你在你的麦克上也是一样 然后咱们找这个 然后咱们把它剪切到 剪切到这个咱们地盘的下面的 咱们够里面 好吧 咱们放到这吧 粘贴 然后呢 我减压到这个位置 减压完了之后呢 是有个这个是吧 inflow influxdb 然后1.77.1-1是吧 然后这里面有什么呢 是不是有这么多东西啊 咱们这里面主要用的是influxdb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是那个服务端加地的是不是那个服务的 这是一个类似于客户端量的工具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配置文件 那么打开这个配置文件啊 这里面基本上你是不用动的啊 基本上是不用动的 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配置项 你看他的存放数据的这个 是吧 目录是吧 这个得改吧 这个得改是吧 我们改个 高学量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可以啊 看什么视频看的多 看小视频看的多 咱们存到这个吧 改个 后面这个meta是不是得留着 对吧 对吧 他这个数据其实 那是什么文件 点conf 点conf要要正确线反显线 搞下了 conf用正确线反显线 我这个conf的配置文件应该是 先试一下好吧 试一下这个 iflux db 好吧 哎呀 我下个data吧 有data是吧 那就我得造一个啊 造一个目录 哎呀 Windows真费劲 我给你买的费 你记得这张 我给你买的费 哈哈哈 呃 晚上做个动作 晚上做个动作 可以吧 放到这里 让它送到这里面 然后这个meta呢 它是分为几部分 有个meta数据 是吧 啊 原数据 还有一些 gdata里面 还有什么 wl的数据 还有个tsm数据 各种数据 下面这个data 这个我看看吧 这个吧 放到 这个目录下面 是吧 然后 这个地方也得改吧 总共有这么几个 维度的数据 这个啊 好了吧 看看再往下看 你如果是mike的话 就根本就不用变啊 不用变 其他的其他东西 这应该是那个 策略是吧 保存数据的策略什么的 这个 我先看看 monitor监控 剩下的都不用管 应该是8086是吧 默论短口应该是个8086 我记得8086 其他都没什么看的 好 就咱们就改一下 存储东西 来咱们睡一下 能不能起来 kauf应该是 得写用反斜线 我觉得来找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双击这个 这个这个地就行了啊 能起来了吗 不是起来了吗 咱们现在也看不出来 啥东西 有了是吧 弄的这个 花瘤狐烧了 inflexdb是吧 这个应该是能起来啊 好 咱们起完了 启动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你那个地方本地也 你也启动一下 是吧 你麦克上面就直接解压之后 直接用运行那个点D那个文件就可以了啊 就是 inflexdbd 那个文件 就是 就这个文件啊 inflexd 你应该问麦克上面应该是没有点那个exe结尾啊 直接这个文件启动一下就行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往后看往后看有什么呢 inflexdb他这里面有几个什么呢有几个 那怎么说呢叫个名词吧 你说一下 inflexdb里面这个database就是数据库的意思 那这个这个东西 咱也不会读这个词叫什么 什么什么ment是吧 然后他就对应的是我们传统数据库里面那个数据表的意思 那是吧 他对应 然后pointpoint表示一行数据就是数据行 这个point 然后point这里面又分为什么呢 他这里面的point相当于传统数据库里面的是一行数据 他这里面是有几个维度 第一个是就时间窗 时间窗是必须的 时间窗呢 他就是数据库里面的类似于主所以你这样的概念 能理解吧 类似于主所以呢 然后他是会自动创建的这个所以啊 自动创建所以 然后还有个fail的fail的就是数据 就是各种数据值啊 他是没有所以的 就是你存真正的存的那个数据 比如咱们存的那个cpu的负载啊 然后呢啊 cpu的那个网卡的那个什么 io啊等等那些具体的数据 能理解吧 他这里面举的意思不是说温度啊湿度啊等等等等 这个tagstags是什么 标签的意思是吧 他表示各种有所以的属性 比如说 地区和海拔 能理解吧 比如说我要查询哪个网卡的数据 是不是你能够查询出来 对吧 从那个那个那个 你的数据库里面根据时间窗 什么找到一段时间里面 某一个网卡的所有的一些什么 什么收包率发包率丢包率 还有那个接收的那个数量 然后发送的那个数量啊 发送那个字节数什么的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就tags相关的 那这里面刚才说的那个网卡的名称 是不是就是一个带索引的这样一个tags 能理解吧 如果说你一台机上有多个网卡呢 其实你就应该是不是也分腾多个tags 是不是记录分别的对应的值啊 到时候我查询的时候可以查一个网卡 上面的那些数据都是放到这个叫feel的里面 这些人来的这个就是serious是吧 serious 这类似于什么influx的一个数据的集合啊 在一个数据库里面 他完全相同的数据同属于一个序列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跟那个类似什么呢 就是网卡的数据 cpu的数据磁盘的数据 他都可以归为一个序列啊 就是同样一份数据的一个集合 就是我根据不同时间点会有很长的一份数据 比如说这一天24小时的数据 那这一天24小时的数据应该是放到什么一个序列里面的 他当成一个序列来做的 呃 购物员操作一这个influxdb 他是分为两个版本的 咱们刚才也看了 他官网说现在有个2.0的版本了 对吧 有一个类似于这种那个 就是那个比较测试版的 看这个不太稳定的 不是稳定的版本啊 他这里面你你如果用2.0的版本 你应该用2.0的客户端 如果是像咱们用的1.77的话 就用这个什么呢 一点几的版本的这个客户端就可以了 啊你下载的话是下这个啊 下这个 这个啊 然后我们 我也在我这本机装一下 那我得干什么呀 我就在这里面写一个吧 也不行 单独的一个吧 嗯 怎么弄啊 难受啊 新建一个吧 好吧 这个地方 open go 我在 今天是15天是吧 15天我在这里面 嗯 新建一个叫 influxdb 等我 等我 哎 不对 干啥呢 这是 package 1 好 那我在这个位置 现在做好多做商用的 上做那个就是对对公司做业务的那种他们会做这种监控什么的 我我之前有个学派人的同学就是他去拿公司的忘了就用那个小米那个open falcon那个监控 知道吧那个然后呢他做成那个做成那个监控监控下去就是卖卖卖卖给别人做服务吗 啊对类似二次开发那种是他做他是用那个小米那个open falcon收集数据之后呢 写入到这个influxdb里面然后呢用那个grafa去做展示 然后包装成一个自己的产品去卖给别人 这种 嗯这个什么有问题是吧 嗯我看看哎呀怎么这么多问题呢我看看啊我用这个新的文件打开了 新的窗口打开 copy pass 嗯 open 好我在这里面打开我在这里面试一下啊那个openinterminalgo modeinit然后gogoget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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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包错啊这什么意思啊 嗯 loading model requirements失败了啊 啊他是说提示的是这个包里面是不是他是没有这个文件的是吧 嗯 嗯 我想想应该怎么弄啊 他这个裤子好像都不支持购帽的 他这个裤子好像都不支持购帽的 我先用一下试试 试试啊 嗯 嗯 啥东西 哎呀有问题啊 看我用全局装我能不能装到全局里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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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嗯 还是这个头是吧 嗯 我看看啊我去那个给他找一下 给他哈吧 嗯 里面的能装上吗 你装上了吗 哎我这为什么不行那我看看啊 这个 17k然后找到咱们找到那个client 哎 哎这里面没有client的吗 高学亮你该说话了 那我去官方文档看看啊咱们找到这里面 嗯 getstart吧这里面有个 有个那个 向导我们找一下 嗯 嗯 这个完了它是2的零是吧 咱们选一下选个一点几个 然后其实我看看找到client的client 是不是这个 client的酷是吧 client library client库 嗯 哇这个往来有个太慢了 这里面是有够它有够版本的和那个GS还有nodeGS版本的是吧 我们找一下 啊这不有了吗 然后 他这里面是不支持公帽的吗是不是这有吗 啊这是for2.0的是吧 我是2.0的 然后如果if you are looking for一点几版本的是不是应该点这个 点这个吧 嗯 嗯 他哦你看他这里面是不是不支持他你看他这个包里面是不支持那个什么go mode是吧 他没有那个go mode啊 刚刚这个 没有go mode哎呀这怎么弄啊 嗯 那这怎么弄啊 应该能下吧 找c一下 go get 这怎么mac上 我那我前面不用这些 嗯 嗯 哎 怎么又可以了 对 对对 哎 怎么这个可以了 不应该加v2是吗 好把这个 你们用v2应该 我因为我mac上我是直接用v2 这个windows下面用这个是吧 我看我先试啊 我先把这个东西先不着急发给你我先试能不能连起来 咱们找到这个 这个这个我那个博客是吧 下完了之后呢 咱们是不是最这里面有个最基本的使用的例子是吧 这个例子有点太长了 嗯 咱们呢 复制一下吧 呃 好 这里面呢你看一下啊 他这个 怎么做的呢 首先呢是导入刚才的这个 这个包啊 这个包他是一个v2版本的是吧 我们用那个client起了个名字叫client 这里面有分为几个 第一个是 连接是吧 就connect 连接是不是去参与我要连接那个inflexdb 咱们默认是在本机的多少端口啊 是呢 那本机的8086是吧 他这里面怎么做的呢 呃 就是我用client啊 就是我上面导入的这个 客户端的这个包 然后的new http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http连接 然后把这个config是不是传进来 这config就是你的ip 是吧 IP个端口 然后还有个用户名和密码 他默认就是什么 密码就是空 可以吧 这是默认的一些东西 当然你可以配置吗 配置 然后把这个客户端什么返回了 看了看了返回了 然后再往上 我看看这里面下面这个函数呢 是做一个查询的是吧 叫querydb 就查询 你看他这里面那个查询词非常的 那个啥 这里面有个什么client.query 是吧 command cmd 他是做成了命令 参数传进来了 连接的数据库是 连那个test的数据库 然后这里面是有些错误什么 这个就没什么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好 我下看这个readpoint readpoint是做什么操作 就往里面写啊 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呢 他也是 有个new badge point point 他是相当有个有个什么呢 batch point相当于批量的一个 插入数据 对吧 因为我们插数据的话 是相当于插的 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你每一次都连接一次 然后去插入数据 这有点慢啊 他怎么做的呢 他是把一个做了一个类似于这种批量 pots batch points 你是这样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 你可以给他干什么呢 就是有个 add point 现在是不是一个点一个点往里加数据啊 这个add point 这每一个点是什么呢 这个pt是什么呢 是有个new point 是不是一行数据啊 这一行数据里面有时间串有没有 是吧 当前的时间 还有前面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叫 就是那个咱们说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不叫topic 叫那个啥类似 你看这个地方是cpu 这应该叫什么 是不是cpu使用率啊 这个tags呢 就是那个 真的什么来着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会带索引的那个 对吧 比如说 哪个cpu 类似这种 这个fills呢 就是cpu的一些指标的数据 这个序列吧 这里面应该是 点不进去 看不到他那个才是什么啊 就相当于我这里面是不可以用for循环 我是不加好多好多个点 然后最后呢 把他们是统一的right进去 cli.right 统一的写到那个inflexdb里面 相当于我前面加好多个点的数据 然后一次写入 就实现了个这样的功能 可以吧 然后下面刚才看一下 我怎么调用的这个query呢 在这个命函数里面 你看他写这个sicle语句 不 slag的新人from 什么那么limate什么 是不是非常类似于 咱们学的那个mysicle那个语句 对吧 他就是虽然他本身是十序数据库 但是他支持 把sicle语句呢 的一个什么检索 那也吧 这个 哎呀 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还得装一下 把这个vr去掉看看 哎 好了吧 这样就好了 然后 哎这个现在什么就立马就有了 对吧 这个 然后呢现在呢咱们看一下 他们数据库的名字是在哪里指定的 我看看 是不是在这里面指定的 啊有个test database 这个test的数据库 对吧 然后呢这个数据库是需要你手动创建的 然后呢下面那个什么 就那个其他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创建数据自动创建的 那怎么创建一个数据库呢 咱们看看啊 看看这个inflexdb我在这里面 cmd 咱们执行的应该是个influx.exe 哎是不是就连上了 对吧 连上了本地的你看 connect本地的个8086啊 这个是一个客户端的工具 那这个监控号就类似于这个买sicle的是吧 我们说我们要收 database data dcs dcs 所以我只有一个默认的一个这个这个东西吧 你尝我你尝到是吧 就这个吗 没有数据那怎么创建数据啊 就create data 他们创建一个test可以吧 database 所以有了我再查询一下 现在是不是就有一个test的数据库了 那他这个语句和买sicle那个实际是非常类似的 那是吧 还有一些查看什么呢 这个你啊 回去可以看一下他那个文档文档里面都有的 这里面都有一些uzh我看看 啊 gata start 安装吗 安装之后你看这个是启动是吧 就是他们都有官方文档啊 这个启动就是刚那个inflexd 就刚才我们那个文件 然后呢 啊 我看往下往下 应该是有那个什么来着 应该是有那个啥的 我记得 这个吧啊 放个一点几的文档吧 他这个也太慢了 你看这里面啊 我inflex可以指定你上后面这个东西是啥啊 是那个时间的那个应该是解析时间那个标识吧 然后下面这个create database是不是就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就是我们刚才执行的这个啊 这个create database不在这吗 创建数据库 然后呢 show database是不是就是那个 查看当前所有的数据库啊 对吧 然后这个用字 用字是不是就是使用哪个数据库 对吧 和mysicle都一样啊 读啊和那个导书数据这里面就下面他都给你写好了这些东西啊 就可以insert你看insert 就插入数据啊 把slack的查询啊 这些都可 非常类似mysicle 那个色口语句那个语法啊 看我回家看一下这个 我把它这个文档也给你发到群里面 看一下 写到笔记上 基本命令 你写到这个 官方文档 可以吧 好 咱们 现在我们要测试一下 把这个数据是不是插进去啊 把这个数据插进去 把这个数据插进去 找到找到找到哪里啊 找到这个是吧 嗯 我在这里面是相当于 这上面这一步是连接到了那个 test的这个数据库 什么我刚才创建了一个数据库test的 对吧 这是连接数据库 这不是上面的 这是 建立连接 下面是 查询这个数据库啊 然后下面是这个地方是写数据是吧 写数据我这里面 写的是一些cpu的一些数据是吧 idorsystem user 可以吧 我瞎写几个 可以吧 嗯 表的话会自动建的 你叫数据库有了表会自动建的啊 好我们试一下好吧 试一下这个东西 是不是我先连数据库 然后呢是不是插入数据 再去查询十条数据 没问题吧 来看看啊 嗯 嗯 嗯 啥 购物件的 嗯 好了是吧 然后 你看 这个地方插入数据是吧 insert success就插入成功了 对吧 然后下面是不是几条数据 然后我是不是相当于上面只插了几个数据啊 123 123这怎么还有个这个 这个是吧 这个外流吗 其实他应该是什么呢 你说上面就是时间戳是吧 时间这个是那个tug的值 对吧 他个标签 你看什么 他个吗 他只有一个维度的数据 然后这是他三个数据的指标吗 对不对 这个 然后试试我查询的时候 我写的不是特别的 那个什么吧 快瑞 然后我在这里面是在哪里来的 快瑞啊 我拿到这个QS之后什么 是不是直接就给他 查询的数据 resres之后 我在里面是写了个货行环 是吧 你看res0是不是就拿到这个结果里面的第0个 然后呢 series是不是取第一 也是第一个series 是吧 序列 拿到他的所有的值 然后在这里面打印的是 j和value 是吧 我在这里面 j冒号value 就拿到这个数据 这是插入数据和查询数据 那我们下午呢 怎么做呢 或者我们待会儿 我们把那个grana打起来 然后我用grana去展示这个数据 可以吧 这个 这个简 这个比较简单 他 插入数据 但是我们就用 write points 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查询呢 那我们就用grana去查询 好 这个简单 就是这样的 质量的